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曾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芭蕾舞团当演员 在1995年他到北京做舞蹈教练 之后他偶然接触到高温瑜伽 觉得找到了新的创演目标 于是他开始积极地在北京推广高温瑜伽运动 练高温瑜伽是在摄氏42度的高温下进行的 用90分钟的时间反复做26个特定的瑜伽动作 来达到健身的效果 这一运动由印度瑜伽师比克拉姆创立 目前在全球许多国家都很流行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高温瑜伽的锻炼呢 首先要创造一个42度的高温环境 这个温度并不是随便设定的 而是经过试验得出的结果 我试过30度 35度 40度 这个温度呢 30度 35度呢身体是觉得很舒服 可是你的排行量不会那么多 可是到42度呢 我们的最高温度就是到达42度 就是人体能够接受大概就是极限吧 可是再高可能你就会脱水变着危险 对于大多数想在军事环境内进行锻炼的人来说 可以在房间里多放几个电暖器来提高室内温度 如果不具备条件的话 也可以在常温下练习 下面就让莫会平教练 教观众朋友一个基本的高温瑜伽动作 观众朋友可以在家庭里自行练习 现在要做的是呼吸练习 然后呢这个深呼吸动作是非常重要 在做任何瑜伽课之前呢 你必须先把你的呼吸循环系统调顺了之后 你就增加你的血液循环 好现在我教你的吸气方法是 吸气从鼻子吐气从嘴巴 吸气吐气六拍完成 然后记得你先看着我 我先做分解的呼吸法 然后现在我要你把呼吸吐气跟动作结合起来 好记得吸气的时候你的手是往上贴近你的脸 然后吐气的时候呢你是活着放松 手肘平能远远远的胸口 这个动作你可以在家做呢 做十次为一套 然后呢做两次 据莫会平教练介绍 尽管这个动作是练习家的最基本的动作 但是它对人体的调节作用可不小 比如所起作用包括缓解精神紧张 增强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与循环系统的功能 在做仰头动作时 还可以起到对颈椎的锻炼和保护作用 练习瑜伽 除了要注意长期坚持之外 还应该注意一些细节 例如练习前最好空腹两到三个小时 因为瑜伽练习时 血液集中在肌肉和器官上 不利于消化 另外在练习时 要根据自身条件进行调节 不要追求动作的完美程度 防止受到损伤 今天如果我是 我的脚必须要举到180度 我才有感觉 可是你呢 你只要举到90度 你已经不能再上去了 那今天如果我达到90度 我呢等于是浪费时间 可是今天你达到90度呢 你已经刺激到你的腺体 那你已经按摩一次你的内脏 所以这原理就是这样 每个人只要达到你的极限 现在许多人习惯把练习瑜伽和瘦身减肥 联系在一起 其实减肥只是瑜伽的一个辅助作用 它对人体的许多疾病都有比较好的调整和治疗效果 今天只为大家介绍了高文瑜伽的基本动作 呼吸法 在下周四的同一时间 我们会继续介绍家庭瑜伽练习的第二个动作 请观众朋友们留意收看 我们会继续看看 我们会继续介绍的一个颜色